我們的宜蘭之光 台灣之光 我們的張同學能夠在宜蘭高中就讀的時候 受到推薦參加2020年的生物奧林匹克的一個競賽 這個要經過四個階段的選拔才能夠進入國家代表杯 要進入國家代表隊就已經非常不簡單了 而且是我們國家代表隊裡面唯一的宜蘭人 在這個部分他配合團隊在於能夠拿下銀牌獎 這又是更是不容易 能夠在一個國際的競賽上面 能夠看到他跨領域不管是在地理深入 他本身在醫學方面也是相關科系 所以我們看到他這麼優秀的表現 我們認為說這個是我們宜蘭在推動各項教育上面 很好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予頒獎 也要鼓勵他從小訓練的一個成果 我們看到他善於表達 很有信心 這個就是我們其他同學可能要學習的一個風範 能夠大膽的將自己把這個所詮 闡述出來 論述 調理清楚 我們看到他能夠這麼好的一個表達 或者是建立他的一個信心 如果這個能夠在這個教育裡面多多來推廣 我相信我們宜蘭一定還有其他的台灣時光 所以今天也特別感謝他這個撥時間 來到我們這邊受到我們的一個表揚 也希望他能夠多多的用這種學習精神 來感染更多的同學 讓他這種最好的風範 能夠在我們學習的領域裡面多多來推廣 讓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宜蘭之光 台灣之光 大家好 我是張祥娟 我是今年升光臨票的銀牌得主 那其實這個比賽呢 我現在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比賽是 我們是怎樣的過程能夠成為一個國手 而成為國手之後我們又要經過怎樣的過程 才能夠代表國家出賽 然後最後能拿到獎牌這一路上的一些歷程 那其實這個比賽一開始會先從全國來進行海選 也就是一開始大約會有五千個學生來自全台灣各地 參加他的生物奧林皮亞的出賽 然後之後呢 選出其中的兩百人 會進入複賽 然後之後再考一次試 之後才會選出最後的三十到四十個人 進入一個贏隊 也就是所謂的選拔營 而這個選拔營呢 就是每一年會在高雄的中山大學舉行 然後這三十到四十個人就會在一起可能在一起五天 這五天中會有考試 會有交流 然後透過這些考試的成績來決定說 最後誰可以進入八強 然後進入接下來的決選營 決選營又是另外一番 坦白說也是另外一番師啊 就是也是需要蠻激烈的競爭 才能在傳統中脫穎而出 在這個八人中選出四個人 代表國家去參加國際生物奧林皮亞 選出國手之後 我們會有大約三個月的培訓時間 在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走榜各個大學的實驗室 會有教授跟我們介紹他們最新的研究進度 然後同時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 我們也會不停的練習可能題目啊 練習自己的思考 使自己能夠在這個比賽 能夠表現得更加結束 因此與其說這些培訓是單純是為了考試 倒不如說它是要增進我們的思考 增進我們最新科技的了解 那最後我們今年的國際賽其實相當特別 今年國際賽在八月舉行 其實原定呢 是今年七月要在日本的長期舉辦 那為什麼今年會變成這樣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有疫情 有疫情這樣子 導致我們很多國際交流活動 沒辦法取習嘛 也因此我們今年變成說是 利用線上的方式 各個國家在各自的地方考 然後最後再把作答情形 統一匯整給日本大會方 然後他們最後計算出成績之後 再告訴我們說 我們獲得什麼樣的獎牌 而我獲得的是銀牌 也就是在所有國家 一共53個國家212個參賽者中 我是在前30%到前10%這個間距 因此我獲得了銀牌這個獎項 那以上是對這個比賽大致上的一些介紹 臺灣之關 宜蘭熊戰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